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即将发售的华为三折手机Mate XT 这款手机在上市前就已经在网上已超过7000美元的高价出现 这让中国科技迷们争相抢购 据报道Mate XT的预定量在华为官网上已经突破500万 而在广州的华为门店 这款手机最早也要到明年二三月才能买到 Mate XT被华为宣称为全球首款三折手机 展开后的屏幕尺寸达到10.2英寸 厚度仅有3.6毫米 这款手机搭载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卫星通信功能 价格从19999元起步 最高可达23999元 然而在阿里巴巴的咸鱼平台上 许多卖家已经将其标价高达499999元 甚至有一个卖家标价到10万元 声称自己是第一个预定者 必然能拿到这部手机 由于其庞大的价格与中国市场上通常的2000元左右的手机相比 当地媒体甚至开始将其称为电子茅台 暗示它可能成为投资目标 公司的最新三折叠智能手机Mate XT正式发布之前 这款手机已经在网上市场已超过两倍的价格出现 原定于周五上市的Mate XT在华为的官方页面上的预定量已经超过了500万台 而这款难以生产的设备引发了中国科技爱好者的抢购狂潮 华为广州门店的一位销售代表透露 这款手机最早要到2月份或3月份才能在当地门店购得 这款在9月10日揭幕的Mate XT是全球首款三折叠智能手机 当完全展开时屏幕达到10.2英寸 而机身厚度仅为3.6毫米 这款手机搭载了生成性人工智能和卫星通信功能 分为三个价格等级 19,999元、2820美元、21,999元和23,999元 令人惊讶的是 当Mate XT于9月11日出现在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二手市场应用咸鱼上时 其价格已经飙升至499,999元超过7000美元 这比最高端型号的价格高出两倍 一些卖家甚至要求10万元 他们声称自己保证能够获得这款手机 因为他们是首批在实体店预定的客户之一 由于这远高于中国最畅销智能手机的典型价格2000元左右 当地媒体开始将其比作电子茅台 这指的是高端中国白酒茅台 有报道称 这款手机可能会像茅台一样成为投资对象 Mate XT之所以难以生产 主要是因为其复杂的折叠结构 华为执行董事于成东在9月10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生产成本极高 华为正努力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产量来降低成本 华为并不打算通过Mate XT获得大量市场份额 而是希望通过展示公司的技术能力来扩大其粉丝群体 于成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经历了四轮美国制裁后 华为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叠至谷底 但华为从未失去信心并继续进行创新 这次发布会和上市日期故意重叠于苹果iPhone16的发布 凸显了华为持续的竞争姿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是谢琪琪 各位听众 我们先来看看华为三折手机的热度 它在官方发布前就被炒到了7000美金 这充分显示了市场对其技术创新 和品牌影响力的高度认可 华为在遭受美国多轮制裁后 依然能推出这么令人期待的产品 这无疑是科技创新的典范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真是有点过了 先不说这手机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用得上 光是这个价格就让人觉得有点荒唐 7000美金 我们可是能买到一台相当不错的笔记本电脑了 这项不是在卖手机 而是在卖奢侈品 谢琪琪 这正是华为的高明之处啊 你看 这手机不只是个科技产品 还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就像当年的木胎酒一样 买得起的人自然会觉得物有所值 而且 这也能够给华为带来更多的品牌忠诚度和认可度 何乐而不畏呢 楚天书 你这话有点天真了吧 我看这更像是炒作的结果 手机再怎么高端 它的功能和实用性才是关键 三折屏幕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噱头 等大家买回家后发现根本没那么好用 反而多花了冤枉钱 谢琪琪 这可是华为的黑科技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被忽悠了吗 你看华为的Mate系列手机 一直以来都是有口皆碑 而且这次华为还加入了人工智能和卫星通讯功能 这可不是一般手机能比的 这些技术的加入 无疑是未来科技的方向 楚天书 就算这手机真的那么好 那为什么它的量产这么困难呢 生产成本高 技术难度大 这都说明了这个产品可能还不够成熟 华为这次的策略 很可能是为了市场炒作 吸引眼球 让投资者和消费者掏腰包 真正的好产品 应该是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平易近人的 而不是这样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各位听众 我们先来看看华为三折手机的热度 它在官方发布前就被炒到了7000美金 这充分显示了市场对其技术创新和品牌影响力的高度认可 华为在遭受美国多轮制裁后 依然能推出这么令人期待的产品 这无疑是科技创新的典范 哈哈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真是有点过了 先不说这手机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用得上 光是这个价格就让人觉得有点荒唐 7000美金 我们可是能买到一台相当不错的笔记本电脑了 这像不是在卖手机 而是在卖奢侈品 谢奇奇 这正是华为的高明之处啊 你看 这手机不只是个科技产品 还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就像当年的木胎酒一样 买得起的人自然会觉得物有所值 而且 这也能够给华为带来更多的品牌忠诚度和认可度 何乐而不畏呢 楚天书 你这话有点天真了吧 我看这更像是炒作的结果 手机再怎么高端 它的功能和实用性才是关键 三折屏幕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噱头 等大家买回家后发现根本没那么好用 反而多花了冤枉钱 谢奇奇 这可是华为的黑科技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被忽悠了吗 你看华为的Mate系列手机 一直以来都是有口皆碑 而且这次华为还加入了人工智能和卫星通讯功能 这可不是一般手机能比的 这些技术的加入 无疑是未来科技的方向 楚天书 就算这手机真的那么好 那为什么它的量产这么困难呢 生产成本高 技术难度大 这都说明了这个产品可能还不够成熟 华为这次的策略 很可能是为了市场炒作 吸引眼球 让投资者和消费者掏腰包 真正的好产品 应该是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平易近人的 而不是这样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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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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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